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真清静节 颜真清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 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忠臣 当时的皇帝比较昏庸 根本不理朝政 又有大奸臣起兵造反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这时候的颜真清请命领兵作战 那么皇帝会是什么反应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真清静节 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颜真清 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 他和他的哥哥颜岛清一样 是个让人敬仰的忠臣 在唐朝中期安世之乱的时候 颜真清兄弟二人更是表现得非常勇敢 成为了大英雄 如果要说他们兄弟二人的故事 就要从唐朝中期的安世之乱说起 唐朝中期 唐玄宗李隆基谈恋美色 宠爱杨贵妃 还亲信于大奸臣李林浦 根本就不怎么管理朝政 百姓们更是叫苦连天呀 这时候 大奸臣安禄山就趁机集结了军队 要起兵造反 他们想要推翻唐朝的统治 自己当皇帝 安禄山的士兵又个个都很能打仗 所以很短的时间 他们就攻占了许多城池 当时 大唐的将士们根本就打不过 安禄山手下的士兵 所以总是吃败仗 在这种状况下 许多官员也都无心处理国家大事 更不想抵抗安禄山的军队 不过 当时已经46岁的严真卿 就以平原太守的身份 写了份奏章给唐玄宗 他在信上说 陛下 如今安禄山的部队来势很凶猛 他们所到之处更是坏事作劲 许多百姓惨遭吐杀 臣身为朝廷官员 理应在这个时候报效国家 请您允许臣领兵出战吧 唐玄宗接到信之后很惊讶 他对身边的侍从说 颜真卿是什么人 朕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他真的能领兵出战吗 不过他的忠心真是让人感动啊 也好 就让他去率兵出战吧 二十多年以后 有个叫李希列的奸臣 与另外几个奸臣勾结发动叛乱 当时的皇帝已经是唐德宗李阔 他受人挑唆 派已经76岁的严真卿 去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劝降李希列 李希列这个人很自大 见到颜真卿后 就想招降颜真卿 就对他说 颜真卿 如果你聪明 懂得分辨眼前的形式 就投靠我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颜真卿听了李希列的话 非常的生气 他对李希列说 李希列 你实在是太可笑了呀 竟然想让我投靠你 我告诉你 你休想 像你这样的乱臣贼子 我怎能投靠你呢 何况我如果投靠了你 怎么能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呢 李希列则 李希列则好奇地问 你死去的哥哥 你哥哥是谁 颜真卿哈哈大笑 说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我哥哥是颜稿青 安磊山 安磊山返叛事 他首先发起义兵抵抗 后来即使被扶了 他还不停口地大骂叛徒 安磊山 一直骂到死为止 严真卿继续说道 那年我哥哥严稿卿率兵攻打安禄山 在一次战役中 他不幸中计被史思民俘虏了 史思民就把他送到了安禄山那里 他当着许多士兵的面 大骂安禄山不过是个放养的奴隶 最后就被安禄山给杀了 我现在将近八十岁 官做到太师 我至死都要保持我的明解 怎么会投靠你呢 我这次是奉了皇上的命令 劝你投降的 如果你肯投降 自然会平安无事 否则你就等着灭亡吧 李希列见严真卿这样的态度很生气 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就把他扣押了 唐德宗得知后非常感慨 对身边的侍卫说 严家兄弟二人真不愧是我大唐的大忠臣呀 小朋友们 精彩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不是也觉得严真卿了不起呢 小朋友们 严真卿作为国家的官员 享受着国家的俸禄 所以啊 当国家命令危难时 他站出来为国家福威解难 是他的职责所在 也是他尽职尽责的表现 后来啊 他被人陷害 奉执去执行 劝降叛臣李希烈的威胁任务 李希烈企图招降他 为了尽职尽责和保持敏捷 他断然拒绝 并大意凛然地继续劝降李希烈 小朋友们 严真卿的尽职尽责和坚持正义的气节 难能可贵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啊 我们在生活中 也要像严真卿一样 做好属于自己的事情哦